今天是詹姆斯35歲的生日 自2003年進入聯盟以來 詹姆斯書寫了太多傳奇故事 創造了太多神奇記錄 他為疑問 詹姆斯已經成為NBA有史以來 偉大的球員之一 他的職業生涯仍在繼續 他還有可能變得更偉大 但你可能不知道 詹姆斯只差一點點 就去打橄欖球了 年少時 詹姆斯家境平寒 曾有多年時間 和單親母親一起居無定所 成長過程對他幫助最大的兩個人 是克里夫蘭 當地一支橄欖球隊的兩名教練 他们給了詹姆斯固定的住所 悉心教導他長大 而且在橄欖球界 詹姆斯也是天之骄子般的存在 高中二年級 詹姆斯就是俄亥俄泉州最佳外界手 据说圣玛丽高中橄欖球隊的戰術 和多年后的泰伦盧如出一辙 把球交给詹姆斯 让他去搞定队少 直到2002年6月 詹姆斯意外遭遇手部骨折 需要休息两个月 他一盘算商与付出正好是篮球季 这才慢慢下定決心 成为一名NBA球员